大家好 欢迎收听卧槽喵政治 我是卧槽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槽的范 卧槽喵政治每个礼拜帮大家喵一下 台湾各式各样的重要政治议题 也记得帮我们订阅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 还有Sounddown Spotify Apple Podcast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你觉得我们的听众会发现 其实我们每一集的开场 都是不一样的吗 等一下我们每一集开场都是不一样的吗 对啊 只是录音的内容 我们每一次都有重新录开场 但是我自己 我想说这是我们的剪辑 会不会就是其实都用同一个 第一集的 都是用同一个节去贴 反正是录得很好 就用同一个就好了 我们只是录开场 只是让我们自己 深带暖身用 对啊 所以我就想说 好啦 反正今天是端午节廉价 真的 你有什么 你今天 告诉今天的自己 你要做什么 我觉得我今天 今天这支节目最大的挑战是 不知道会被听众发现是预录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而且你前面不是讲说 每个礼拜帮大家 瞄一下台湾重要的政治议题 好 我其实超怕万一 被听出来 不是 我万一下礼拜真的有发生什么重要的政治议题 然后我们没有讲吗 好那我觉得现在很短的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在几千年前的今天 在中国的南方当时有一个这个国家叫楚国 那天有一个 楚国有一个失忆的政治人物 叫做屈远 他在那天投河自禁了 哇 历史上的今天 对 我们帮大家 时事分 就是回顾一下 我 我就在反思 我想说 就那个屈远投河 投江自禁 他算是一种政治迫害吗 最近那种比较空降会掉下来的政治人物 然后死掉了 我都比较 觉得比较危险 我有点担心要不要谈 但其实我觉得他的故事蛮有趣的 这个讲可能又是一集 因为屈远那个时候会变成失忆政客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跟楚王讲说 不要跟秦王去签协议 去签什么和平协议 结果去签之后 哇马上被人家绑架 然后割地培管 之后你看秦国还并吞了这个楚国 然后灭亡 然后搞得这个屈远很可怜 还要投河自禁 对 所以和平协议不能签 你在影射什么 没有啊 就历史嘛 大家都学习历史的教训 就是不要让我们再发生一样 一样的悲剧 所以屈远告诉我们的 就是不要签和平协议 哈哈哈哈 所以想说 大家有回顾到史词业 没有 我跟你讲 因为想说端午节 应该有个什么端午节特辑 哦 然后我本来想说 我能不能用屈远就是吼一集 后来想想说 屈远不过屈远本人没空啦 所以我们没有 没有办法要到他 他在江里面忙嘛 对 卖粽子之类的 好 好不玩 然后我想说 那既然这一集刚好也是我们的 第十九集 然后即将迈向第二十集 没错 好像就可以来做一个小小的回顾吧 也盖到这个时候了 或是问问粉丝说 二十集有没有想要听一些 special的东西 就是开放留言 我们那个嘛 因为前两三个礼拜 其实都有丢那个问卷的连结啊 所以 不知不觉的 其实也收集到了不少的问卷 有些好像 feedback都还蛮有趣的 有没有那个 有没有什么要 你说有没有要看 我跟你讲一个长年的 诶长期的feedback就是 常见的 收音的问题 收音的问题 收音的问题就不外乎就是 有很笼统的啦 说品质可以再好一点 嗯 然后也有说我们 诶我讲话忽大忽小 然后我的声音很容易变大变小 或是暴音之类的 就是说你的嗓门太大的意思 就是互大互小啊 哦我看到这个 女生好像很容易暴音 在说你嘛 对啊 不然呢 哪里还有别的女生 诶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公告 某某的性别 对 对留给听众一些想象空间 可以吗 因为你知道声音不见得代表那个性别 对啊我觉得就大家也不要那么主观 我就觉得这个声音就一定是生理男 或是生理女 就是就像范 我们好像会说 说按女生的声音 你就确定范是女生吗 对不对 不一定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后置过 这样让他们好混乱哦 嗯 对有点想象空间 好然后就是音量不一致吗 然后等等无为不 其实我们有认真在检讨啦 对 先检讨器材 应该是器材有点问题 对 其实我们的器材 就可以跟大家讲 我们因为我们一直来都是做媒体内容 所以我们的器材是做一些 报道的器材 所以我们是拿那个摄影机的麦克风 对 嗯 所以不是那种专门录音式的那种 对 那种麦 那我们也没有那个录音的空间 没错 我们之前是在一个 有点像小仓库一样很小的空间 而且就是 呃 没有冷气 所以我们刚才录了前几集的时候 还没有想到就是说 之后天气热的时候会很灾难 但是后来随着天气来的热 就会发现说 不行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 我们要换个地方 因为不然会热死 会那个讲 录节目录到很烦躁 对 会拿衫子去伤 会有那种风声 可是我自己觉得在那个小房间的时候 音场比较没有那么大 就是反而声音是比较干净一点的 对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房间变得有echo 会有那种echo嗡嗡嗡的 会有吗 其实他们没发现啊 听众没有发现 哦 那就当作没听到这件事情 所以应该是还好吧 所以器材我觉得确实是我们的一个限制 因为我们其实也有跟负责剪辑的编辑有在讨论 然后关于器材这部分的话 那我觉得就只好问问 有没有人愿意赞助了 没有我觉得这样讲太那个啦 就是太失礼的 应该是说 那要怎么说 对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自己身边 如果很就是很不错的收音设备 然后暂时用不到的 那可以寄给握槽公司帮你们使用 其实我觉得会发挥这个器材最大的价值 我觉得我们愿意提供这个协助 这协助啊 真的啦 因为其实好的设备当然很好 不过我们在有限的资源也会希望能够做这个最好的事情 当然有好的设备做可能会可以做得更好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啊 就是如果大家分享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整个流量好一点的话 我们也可以比较有那个本钱去跟公司申请 对啊 好一点的设备 真的 或是厂商就会自己来送设备 也有可能 好就设备的部分 那当然因为在设备的限制下 那我们就只好先改进自己了 是吧 改进自己的说话方式 因为其实我觉得做podcast 虽然整理内容或是想题目是做媒体的一个专业没有错 可是它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一种生意表演 对 就是你像当主播 像一个记者也不一定适合当主播 会写字的不一定会讲话 对 然后会讲话的不一定能够把话讲得好 像我之前就常常被录音的时候后来就被抱怨说 你讲话讲到之后都会糊糊的 所以后面会讲不清楚 所以我现在都要提醒自己要把声音打开 这样子就是有点单贴要一直用力 我们还为了要让他把声音打开 还特别把那个座位改成我坐在他的对面 然后坐比较远 我就自然会就是把话讲出去讲比较远 要用力讲这样 然后我自己要做的功课就是要把我的情绪hold好 因为我有时候嗨的时候我就会 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就真的很大声 会造成观众的困扰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是平常会造成大家同事的困扰 然后把这份困扰也带给大家 好 等等的 反正这方面我觉得我们都会努力去调整 然后想说粉丝 听众其实也可以提醒我们 因为我们有时候是怎样 我们有时候是 只要有听众留言 我们下一集就会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就是自己的声音是不是要维持一定的声量 对 可是就是随着就是观众可能就又没有在留言之后 我们就又开始软掉 对就会 然后就讲一些什么东西都可以 对真的啦 常常来留言提醒我们 好 这是这是蛮大的一部分的收音留言问题 然后我们会努力 然后也要感谢我们的编辑 为了要修我们的声音也是花蛮多时间 真的 然后在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有粉丝啊 他告诉我们说觉得我们的节目内容讲的比较浅 哦 有点比较浅吗 真的假的 深度不够的好听讲法 哇 可恶 嗯 嗯 你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没有 没有 我觉得就其实因为 那个 一开始本来想说用Podcast的这个 这个系列节目就是比较想要用这个 比较浅显易懂的方式 让有些可能不习惯是看文字报导的人 也能够进入去了解政治议题的这个领域 所以比较像比较一个低门槛的一个节目 而且我自己觉得好像 大家有时候会说这个啊那种比较浅啊 这个我都懂了啊 讲这个 然后但是呢这些有些人就是 如果好啊我们来啊我们讲深一点啊 他就不听了就可恶这样 所以就是 OK 我们就是尽量还是要放在一个大家低门槛 然后越多人能够吸收的 因为有一些留言很可爱哦 他就说他自己前面讲说 我觉得谈论的题目可以再深一点 可是他最后又绕回来就说 不过这样也好啦让更多还没有踏入同温层的人了解 就是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工作 对嘛自己也这样讲嘛 好我觉得如果你们真的觉得我们的的题目比较深的话 或是浅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把我们节目推荐给你想要推坑的人 对对对对 就是 你已经到那个level 我知道你不用听没关系 但是你要做的就是 把这个节目分享给那些 还没有进入你这个状态的人 对不对 你要先丢给他们 让他进入门槛之后 才能够跟你讨论 接下来比较深 比较难的议题嘛 对不对 先给他们听一听啊 另一部分其实也有听众说 希望可以节目的长度能够再长一点 我们现在大概20分钟半个小时左右 半个小时 再长一点吗 再长一点 希望听一个小时那种 其实留言可以告诉我们你们到底理想的 就是30分钟太短了 大概32差不多 但我觉得可以从那个问卷来回应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有问卷中其中有一题就是 问大家想要听这个节目长度的时间 其实我们蛮多听众是喜欢30分钟到一小时之间 但是不要超过一小时 然后他们听的时间很有趣就是 蛮多人是通勤的 就是可能在上班的时候听个新闻 或是睡觉前 因为你睡觉前不太可能听一两个小时吧 应该这个睡眠的入睡的品质有点差 要一两个小时才能睡 所以睡前听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节目可以帮助他入眠的意思吗 应该不是这个功能 好险 就是他可能在反省就是这个社会 需要进步的地方的时候 会需要有人陪他一起聊一聊 他有那个啦社会使命感 社会使命感 在睡前要做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 像是听握草喵正直 欸 所以我觉得 就是节目长度的话 可以啦 可以调长一点 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 对 因为拜托 因为大家听节目听得很顺 其实我们准备内容 或是说我们写那个round down 也是需要一点时间 对啊 而且有时候讲一讲 后来就被咔掉了 很可怜 好 然后在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自己觉得蛮感动的留言 就是这个留言 不一定是最近留的 就是这一阵子就是 可以 可以 可以回顾的啦 就是其中一个留言就是说 他觉得 我们的提问 就很像他本身自己想问的 然后觉得特别亲切 你说你自己留的那个留言吗 当然不是啊 因为我觉得 这就是我当初想要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吧 就是说 可以帮那些就是 还没有对政治很了解的人 代替他们问一些 政治麻瓜 对政治麻瓜 就是我们有个副标题 就是一个政治麻瓜跟政治宅的 等一下我们有这个副标题吗 我自己下 你自己心中有这个副标题 我想说我没有在 就是做节目的那个内心的 内心的角色定位 对对对对 就是可以代替大家问一些 所以我是那个政治宅吗 应该吧 不然还有谁 没有人在点头 糟糕糕糕糕 好紧张 所以有时候 我有时候反而觉得说 我录音前到底要不要看那么多资料 因为如果我都看的话我知道了 我好像就 比较没有办法 赤裸一点啦 本色出言 对 赤裸一点 就维持那个干净的一张纸 然后在最后 有一个也是我很感动的留言 他就说他透过Podcast 可以更容易了解政治 因为他觉得我们有一些内容 就是我记得我很久以前也提过一次嘛 就是说 比较硬比较长 所以他可能没时间好好看 可是如果他听Podcast的话 就是不用限制在任何的长和时间 然后对于那些background不够的人 他也能够有助于去了解这个引擎 比较好吸收 蛤 比较好吸收 哦 吸收 我想说你刚刚在说什么 你看你就是有这个问题 等一下 好 不是想到奇怪的东西就好 好 没关系 跳过我 好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是 听众的许愿清单吧 很好玩哦 我觉得这个许愿 我看了有点苦笑不得 在哪里糟糕 他说我们那个 他希望我们在资讯栏的地方 可以放一些 就是有点像timecode的东西 就是时间中 几分几秒在讲什么 其实我也只有两集没有放而已 所以这位朋友是不是只看了那两集呢 有可能 其实你可以看其他集都有放哦 我其他集都有放 然后我想说 我是真的有时候太忙 会没有放 想说应该没有人注意吧 没想到 对啊 大家都默默的在看时间走 所以他们真的会 你们真的会跳着听是不是 就是 好没事 不好笑 跳着听 好 对不起 就是会按照就是你有感兴趣的话题 然后有点像张姐的去听我们的内容 嗯 真的 我想我们的张姐也蛮混乱的 没想到大家其实都还是有 进入那个状况包装中 好 因为我觉得就是被监督了 那我就以后尽量记得 每次都放timecode上去 嗯 你会回 你会再回放你自己 录音的那天的作品吗 哦 你说我会回头 回头去听自己 对对对对 不是啊 就是听自己的声音讲话也是有点 有点害怕有点紧张 哦 没有嘛 这个比方想到那个 因为你说我听自己的声音嘛 就是这当我想到 我问一个我们自己的同事 因为想到我想了解就是 我们自己的同事啊 同文成像 听podcast 听个状况怎么样 所以呢就是我有问我们的 同事记者 说哎你都听什么podcast 他就说我听台 他要听台通 就是什么台湾通行第一品牌 最近最红 我说你怎么没有听过掃描政治 下班之后不想要听到我的声音 就哇 哦 好 可以理解吧 谢谢 谢谢你的支持与配合 对 就我们公司有蛮多podcast粉丝 不管是什么百灵果啊 台通啊 就命迪选度 握掃描政治啊 没有 没有吗 哎哎哎哎 哇怎么这样 我觉得握掃描 真的都是一个被动性的 就是我就会贴给他们 然后他们就会 回一个笑脸 或是比一个赞 OK 就是赞赞赞 这样的意思 好哦 下次应该要做一个就是 随机问说 我们这礼拜的题目是什么 对 3分42秒的地方 萌萌讲了什么话 就是我们一群 我们这群人在自嗨 然后可能公司里的人 没有在听 你们在干嘛 不会啦 我觉得其实默默的 我们好几次就节目的那个排名 突然都有冲上往往往前 往上增加 不是往上增加 就排名越来越前面 我也不知道那个排名是欢乐表 还是这样 就是看到的时候还是会有点 哦哦哦哦哦 真的有蛮多人其实默默的在听 我们节目的 看到还是会有些小感动 我那天在跟你聊我们节目 定位跟调性的时候 我觉得你讲了一个很有趣的词 叫做邪点 邪点 你知道邪点是什么意思 就是邪恶邪 然后经典点 对邪门的经典 应该比较像这种感觉 就是非主流的感觉 就虽然我们是做 欸虽然我们是做新闻 这应该算新闻节目 还算评论节目 都可以啦 都可以 但是我想说这也不是说 很冷门吧 蛮多人在做新闻内容吧 可是怎么会是一个邪点呢 很cult film cult Cult 对 cult 邪点的英文 为什么你会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就是 呃 今天卧槽其实我们做的东西 本来就是 虽然相对特别嘛 我们是非常关注在一些 特定的政治意境上面 然后呢 这本是一个冷门的事情了 那 做podcast又 又相对非主流一点 但现在好像越来越主流 越来越多人在主流 现在超主流好不好 不管 不管我们之前打算开始做的时候 还没那么主流 所以等于是我们是在一个 非主流的主题 在一个非主流的形式平台 上面呈现 这整个都超 超斜点的啊 所以我自己也想说 我们有时候讨论主题的时候 也就是也不一定要那么迎合 就是主流市场惯性的一题 我们就放开来讲 一些就是 反正我们想讲的 我们想讲的 对 嗯 好啦反正我觉得 我们有时候自己 我们两个 或是我们跟其他合作的伙伴 在讨论的时候 有时候也都没有答案 嗯 所以其实做这一集就是想说 增加我们跟 听众之间的 连结 对 就是你们的留言 你们跟我们的互动 我们其实真的有在看哦 嗯 没错 然后我们也 也希望其实可以 大家可以跟我们讲更多 希望我们做的方向啊 或是说 监督我们录音的情况怎么样啊 对啊 或是说甚至你如果真的很 很细心的话 告诉我脚本写的怎么样 欸 脚本写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东西齁 就必须要cue一下 其实呢 我们常常在对白之中会提到说 啊我们实习生这样 对我们实习生 脚本都是他写的 对 欸你不能这样讲 我有时候也会写脚本好不好 脚本都是犯或是实习生写的 好 欸这个 这句话证明了什么 就是猫猫只要坐进来就好 我只是出一张嘴而已 没错 被发现 没有猫猫比较有料 所以只要按播放键 就会有东西 哈哈 对我需要的是那个暂停键 对对对 其实我的功能是暂停键 这很重要这也很重要 嗯你的功能很棒 然后实习生就是 因为我们实习生很年轻 很痒 其实我也很年轻啦 但anyway anyway我就觉得 有实习生可以给我们一些 比较fresh的观点 然后就每个礼拜就可以想一些 然后来自年轻人的观点 对想一些有机会的题目 但是我其实真正最期待的是 观众可以跟我们许愿 欸对啊 我们问卷的那个连结 还是会持续放在下面 就是大家 就是欢迎就是持续的 给我们feedback 给我们就是提供各种不同的意见 我记得那问卷回来 是不是那个比 那个人口比例也是蛮特别的 是不是都是 你说女生比较多人填吗 女生比较多 可是你看后台 其实我们男女的听众比例差不多 所以女生比较会填问卷 女生比较体贴 女生比较体贴 还是因为 你这个梗上个礼拜用过 上上个礼拜 因为我们这个礼拜是预录的 哈哈哈 没有我觉得是 呃 女生比较想要跟我们分享她的想法吗 各位男性 对我们要平衡一下 男生也希望得到一下你的feedback 留言看我们的节目 有没有什么需要检讨的地方 不管是内容啊收音啊 各种有的没的 也欢迎来填我们的问卷 好啦反正这个廉价嘛 我想说廉价可能流量也不会这么好 对就可以先 试一下比较干化一点 看看会不会也冲上来 冲到排名 你不觉得其实podcast上 如果你真的很在意流量的话 好像越chill跟越随性的讲话方式 OK chill一点现在 才会让大家比较喜欢 因为大家为了听 大家听podcast就是放松吧 好 有人真的是 我懂了 想要求进步而听podcast 我们要走chill路线 妈 我是不是很想啦 哈哈哈 对 好啦反正我们都会持续检讨 看怎样 顺便这集流量就最好 就嗯 好吧 以后每一集都在讲这样 那我们接下来 每一周都聊我们上 就是工作的心得啊 什么今天有什么酸民 又在流什么言啊 顺便这也蛮有趣的 顺便可以变成之后的固定单元 酸民特辑 酸民特辑 你知道我来卧槽 我觉得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我以前 以前在别的媒体工作的时候 看到酸民的留言 其实会很在意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来卧槽之后 我就对于酸民的留言 有点免逸 是贫乏 是太多酸民了 还是说反而都没有酸民 还是你的心 没有我觉得是酸民同质性太高 同质性 就没有打到我 就可能他们也没有看文章 那些酸民的 的那个想象力太局限 就是往某个地方酸 没有发挥创造力 算不到 有他们很有创造力 很有创造力 就会有一些梗头 那我们留言 怎么都没有什么酸民 不是 我觉得是没有在Podcast上面 就是 比较是主战上面 Facebook上面 大家也欢迎各个酸民到我们的 Apple Podcast 是不是可以留言评论 什么的 你不要这样害我 就是那个评分 可能就是 对 请按五颗星 请按五颗星 可以留负面 但给五颗星 对有道理 谢谢 对对对 增加一下留言量 好 然后我觉得差不多吧 这个礼拜 对啊 端午节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所以礼拜 应该礼拜四嘛 礼拜四未来大家 应该还有三天的廉价 想想赶快去哪里玩 而且我觉得至少今天 虽然后面好像 有点废话 可是前面有学到一个 屈原的冷知识 还记得屈原吧 我题目可不可以就吓说 端午节特辑 来聊聊屈原 是不是政治迫害 然后就判断只有三分钟 在讲这个东西 你要会不会骗大家进来 然后就看到后台 就三分钟进来之后就走掉 不会啦 后面的蛮好玩的 好啊 希望如此 那一样我们问卷 其实会持续开放 然后有累积到一个程度 我们就会再拿出来 不定期回应 对 那大家也要记得 请订阅加入卧槽的脸书 IG 然后我们的YouTube频道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今天 没有参考文章下 没有参考文章 但是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内容 也欢迎大家定期进而支持 我们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哦 好那我们就点假过后见啦 那我节快乐 掰掰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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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